紧接前几期视频 在本期视频中 有狼在夜里跑入国主家 咬伤了他的一条狗 看过前几期视频的网友 一定会问 狼不可能这么傻 主动去进攻一个 有30多条砍高犬的养狗大户 他们的目标 应该放在村子内 其他牧民家的生存 这样风险更强 收益更大 这个问题我们待会回来 在白天的时候 狼又出现在村子外的开国地 国主为了给受伤的砍高犬复仇 一次释放了5条砍高犬 但知道了都知道 在广阔血缘砍高犬 根本抓不住狼 所以此次行动 毫无例外地失败了 国主观察到 地面留下了很多狼的走迹 因此判断 这是一个小型的狼群 数量大概只有三匹左右 它完全不在乎 可是到了傍晚时分 狼又回来了 这出乎国主的预料 他们出现在 国主家不远的空地中 可能是因为 在昨天夜里 成功咬伤一条牧羊犬后 两匹狼很嚣张地在一起 嬉戏打闹 完全无视国主 已经咬碎了后槽牙 其中还有一匹徘徊 在国主家门口不远的狼 正在遭受乌鸦的攻击 显然连乌鸦都没脸看下去了 这三匹狼如此咄咄逼人 看样子今晚 是要对他动手 国主决定不跟他们开玩笑 在之前的视频中 国主大白天放狗 去追狼 更多是为了驱利狼 吓唬吓唬他们 顺便拍拍视频 因此国主决定在夜里 伏击闯进家的狼群 事实上国主已经有成功的案例 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看看前几期视频 国主家底型负责 有石墙 栅栏 房屋坐车的 不利于狼的奔跑和观察 因此很容易给牧羊群发展 国主为他的八条成年的 坎高拳绑上防浪降见 只等三匹狼夜里来送头 到这里我们可以回答 视频开头的问题 狼之所以盯上 国主这个养狗大户 其实也怨国主自己 正常人都知道 这些时常徘徊在村子附近的狼 是因为在冬季在山上找不到吃人 才会出现在村庄附近 刺激猎杀羊圈里的羊 或者是看门狗 因此他们提前将羊锁在羊圈内 四周有高墙保护 体型较小的狗 则会被关进狗舍内 狼根本找不到机会 而博主呢 时常用看高犬去追狼 早就和狼结下血海深仇 连狼都知道 只要他们一现身 博主的狗就会追出去 在夜里猎杀牧羊犬 就如在山里一样 不用担心人类干预 回到视频中 在夜里狼果然来了 但可惜的是 博主早有准备 竖条佩戴了放荡象圈的 成年看高犬一同出击 一匹狼被他们抓住了 也足可见 博主的确有嚣张的自问